中国新疆维权人士张海涛 在上个星期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 以及为境外提供情报等罪名 判处了19年徒刑 并且没收个人财产 判决之中可以说出乎各界的预料 而张海涛的妻子 还有他们刚刚满月的儿子 也可能要面临失去房子的生活困境 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来与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 李女士来进行对话 了解有关的情况 李女士您好 您好 是 非常感谢您抽空来到美国之音节目 先来跟我们谈谈 您是上个星期收到的法院的一审判决书 跟我们谈谈判决书里 当局判决张海涛19年徒刑 他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 我老公就是因言之罪 因言获罪 就是因为我老公在网上发表 转发一些文章 然后接受 说是接受境外媒体记者的采访 还有说我老公担任境外网店的记者 就这件事 就被判了19年 对 是 据我们了解是发表了两篇文章 那么在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 所以呢就这两项罪名 一共判决了19年徒刑 您自己也曾经说 您说您的丈夫张海涛 他与普志强一样都是在网上来发表言论 但为何两个人的判决却是天差地别 您认为当局为什么要重判张海涛呢 我感觉我老公可能是因为维权 得罪了一些权贵 还有一种就是新疆维稳的一种手段吧 因为在新疆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 他们就是刻意地打压维权人士 杀一净百 以达到那个威慑他人的目的 是 那么李女士 我们也知道您的先生已经表示了 他会继续上诉 那么你们的律师有没有告诉你 如果这个案子上诉 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律师表示乐观吗 律师表示不乐观 是 我们知道在去年16月底左右 张海涛被当局给抓了之后呢 我们看到我们刚刚在这个荧幕上放的照片 是您还有您刚刚满月的儿子 您一个人可以说独自经历了怀孕 还有生产的辛苦 现在孩子才刚刚满月 那么我们也知道张海涛被判重刑 而且还没收了个人的财产 跟我们谈谈您现在的情况 还有家里的状况如何 我们现在是怎么说呢 家里就没什么积蓄吧 就是现在就是日常的生活开支 都是亲戚朋友现在资助的一些 感觉 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吧 还是 是 我们知道 反正也不敢往后 您说 您说 不敢往后想吧 也不想去想 因为感觉现在真的很 经济力交瘁吧 我每天就是在 只有求主 只有求上帝来保佑 帮助我们吧 渡个难关吧 是 我们知道家里 不知道怎么办 是 我们知道家里有个新生 而且已经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那么您一方面还要担心 丈夫的现在的这个判决 以及上诉的过程 非常的辛苦 您知不知道 待会再稍后 我们还要继续来报道 就是现在在海外 也有一些中国的民主人士 他们发起了声援您丈夫的运动 叫一人一张照片 我是张海涛 这样的一个运动 跟我们谈谈 您对于国际社会的声援和帮助 您希望能够得到 国际社会什么样的帮助呢 我希望就是 国际社会就是关注我们 然后就是 我感觉这个 这个事情 我感觉就是 我们就没有一个奖礼的地方 我就想得到国际社会 对我们的关注和声援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张海涛的妻子 李爱杰女士 抽空接手美国金的专访 我们也见到 我们也见到